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 先来请教张雨鸣分析师 好的 台股今天跌了81点 成交量1760亿 一样连续12天 占不上2000亿的大关 今天盘面上最重要的就是 PCB的新兴蓝点大跌 几乎打到跌停板 我想这也是市场最关心的股票 待会我们来讲这两档股票 我们先看大盘的格局 大盘今年其实很简单 你看这个行情 从年初盘整几个月之后 几个礼拜之后掉下来 这一段跌了3706点 那就是新春开盘大跌 好 那这段开始怎么样 从8523又涨到13000点 涨了50% 涨了4508点 所以你看跌 而且是大跌 跌破10年线 大涨涨超过50% 那我们看这一段盘整格局 连续盘整13个礼拜了 盘整69天了 有一兔留言 这个投资人说 这个不是盘整格局 那怎么看 你来教我一下 这不是盘整 那什么叫盘整 这当然是盘整格局 有什么好争论的 虽然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专业上不足 因为今年新开户的投资人很多 他新手 新手什么都不知道 那要坚持极见 没有关系 这种我们是赢他的钱就好了 我都不会跟他争论 你说不是盘整 那随便你 那你觉得这是大涨 那是大涨 盘整13个礼拜 你说不是盘整 那是大涨 你觉得什么格局 就什么格局 你开心就好 钱是你的 你要怎么玩都可以 好不好 来 那我们这个格局 跌市大涨盘整 这不把三种形态都走完了吗 对不对 过年跌下来 对不对 跌下来大涨 现在盘整 所以把股票三种形态都走了一遍 今年能够赚钱的人 绝对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为什么 所有形态都有 先大跌 再大涨 然后目前怎么样 大跌大涨 现在开始盘整 所以如果能够经历这三种形态 都会做 都会赚钱的人 他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 有人只会开树洞船 涨势会做 跌势乱七八糟 所以今年能够赚赢 做股票能够赚赢的人 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三种形态 通通历练了 大跌 大涨 盘整 就是把这盘涨 三种形态都历练了一次 不容易 当然最可怜是什么 下跌没有避开 新春开盘那一段 大跌3600点 3700点没有避开 让我相信我的客户 全部都避开了 新春开盘大跌 3700点 你是我的客户 农历练我没有叫你 不要报任何多单 全部卖掉 反手放空 而且把所有资金空满 你是我的客户 我没有叫你这样做 让你赔钱的 你来找我 你的费用我全部退完给你 一毛都不说 全部退费 以上这些话 群上只有一个人敢讲 那就是我 因为我确实有做到 那我让客户赔钱的 3700点跌下 赔钱跌破10年线 我说 农历年封关 我没有叫你所有多单出清 让你留一张多单 让你赔钱的 你来找我 我全额退费 请问谁敢讲 没有人敢讲 开玩笑 谁敢讲这么话 找死了 那如果没有叫你封关钱 把所有多单出清 那绝对死了 所以我确实有这样做 所以我敢讲 下跌没有避开 很可怜 第一种 第二种 账涨赚不到钱 也很多 账涨赚不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钱 他买了国趣 买了华信科 买了被动员件 买了D论 D论最近才开始 有一点点赚钱 已经盘很久了 盘半年了 所以账涨赚不到钱 一大堆 市场一大堆买面板 一大堆 对不对 接下来这盘整的三个 又有产套 通常市场这三种人 通通有 而且是三合一 大跌 我看电视解盘 几乎每个都讲多 新春要开红盘 每个都做多 讲空就有两个人 一个空一年了 一个就张艺明 容易一点 可以讲 绝对多单卖掉 所以你看谁会赚钱 其他人都赔 赔得很惨 第一种中强 第二种上涨赚不到钱 这个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也很多 第三种 最近这次几乎 全部都赔了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的市场上 三合一的人非常多 下跌没有避开 上涨没有赚到 现在盘整又套牢 可怜吗 这很可怜 你不要看今天台股很好 可怜很多 应该知道世界上的 可怜人很多 股票市场可怜也很多 赔了一屁股的一大堆 懂意思吗 好 我们看今天的盘面 好 成交值排行榜 量乘以价叫成交值 市场最多资金关注的股票 都在这里 第一名不是台积电 叫新兴 可惜今天新兴差点跌停板 跌了8.5% 那我们看新兴 今天大跌7块钱 蓝电排名第5名 一样大跌了将近8% 跌了9块5 那我们看这两档PCB 这两档不是前阵子 市场最多人买的股票 最多人讲的股票 最多人给你推荐的股票 本益比有多低 对不对 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基本没有多好 你看今天没有人会讲 新兴蓝电 都没有买 都忘记了 老师都没有买 只有投资人套牢很痛苦而已 下底就没人敢讲 张艺明有没有早就告诉你 你这种股票你不能追 待会拿证据给你看 来 今天市场教你 就是新兴蓝电 就是PCB 偏偏今天大跌 我想很多人被打脸 打得很惨 来我们看一下 新兴 怎么会这样 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看去马来市 几乎全部都套牢了 好不好 来 新兴 只要股票跌下来 当时说他有多好 基本没有多强 本益比有多低 性价比有多高 未来有多好的人 全部消失 而且绝口不提 你看看今天节目 会多少会讲新兴蓝电 你放心 通通没有 只有客户有 老师都没有 都不讲 市场不就这样吗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市场 很正常 套牢股票打死不提 当作没有买 会买进是你倒霉 很糟糕 来 你一定是看错了 如果你没有看错 那你怎么会做错呢 你看得很好 很好的东西 结果是错的 不好 你把它看得很好 最后你去买 你才会受伤 才会做错 有没有 所以赔钱 你要得到经验 你当时 到底PCB 你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你要去追 要记取这个教训 下次你才不会 从样犯错 从样再缴学费 懂意思吗 这个才是重点 你跟谁买 不是重点 你跟不好 就把它换掉 找一个好的老师 还不简单 重点是你要记取 这个教训 当时报纸登很多 每个财经节目都在讲 它有多好 你去买的 以后你不要看那个节目 那就是你错误的根源 就是你的陷阱 踩进去的根源 下次不要踩那哭 你踩那哭干嘛 你一直做这个 重做这个动作 你就不断赔 不断的赔 因为那是错误的方式 懂吗 你要记起来这个道理 看错没有关系 赔一次而已 不要再赔第二次 来 星星 跌下来 跳空下跌 走这边 你看这一段 你好像不对 你没有发现 股价在高点 可是股神线不对 我们今天把它先 获利回补 赚了五块钱 五块五 陆带 还有 我们还有 明天还会再赚 好不好 来 你看一下 把它回到 这张图 这张图就新兴的最高点 看到吗 当时 10月20号 这张图 你看到什么 我们现在讲 你买进去那个点 或是次高点 的当时 张卫明到底看到什么 为什么不会买多 而且反手放空 来 注意看 10月20 2020年10月20 当时我看到这个股票 星星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卖出讯号 股价在高点 股神线掉下来 看到吗 这根本就不对了 这股票怎么买 赡明你有假吗 还是事后马路炮 有啊 来 证明给你看 图在这里啊 当天的YouTube解盘 下午2点06分55秒 请问这两股票 这叫星星 这个画面不是东森的画面吗 是啊 你去YouTube看 就会看到了 张卫明有没有跟你讲 这股票你是做空的 不能做多的 格局根本就不对 有啊 有啊 图卡为正啊 画面为正啊 10月20号YouTube解盘 当天星星就在最高点 下午2点06分55秒 就讲星星 你不要去追 这格局是错的 这格局是不对的 有没有看到 当然是不对的嘛 有讲得很清楚啊 赡明你做什么 我当然是放空 投资朋友你做什么 你做多 我们好像对做 那你答案你错了 最后是你赔钱 我们赚钱 那我们赚钱 这是我们对的嘛 那表示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方法是错的嘛 这已经很明显 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嘛 懂意思吗 好不好 你看不是掉下来了吗 你看当时不是很好吗 不是掌停板吗 为什么掉下来了 表示格局不对嘛 懂意思吗 赢家跟输家 或许就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错 就差这么一点点 对啊 就一点点 就一点点而已 就这么一点点 够了 就算我赢0.01 我还是赢家 更何况我是做空 有人是错多 完全180度不同 天差地远了 那何止一点点 懂意思吗 后许差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 但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会要你的命 懂意思吗 因为还有很多 你以后在股市还要走很多很多的路 你会不断用错的方法做股票 每次都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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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要赔到哪一天出头 你要赔到哪一天才是你的出头天 你告诉我 你要继续做的方法做股票吗 你赔的心不会痛 一张赔8块就好了 你少说买个10张 你赔8万 8万可以做很多东西 现在一只新的手机 也才4万块而已 你可以买两只手机 给小朋友 给你的儿子 给你的女儿 最新的手机 你平常功课表现 你这次 这一学期功课特别好 都维持前三名 爸爸非常开心 你对自己曾光荣 也替爸爸曾光荣 买一只手机送给你 最新款iPhone12 爸爸我好爱你 联络亲子的感情 多好 你把它赔掉了不是很可惜吗 同志朋友 你可以做对 你跟我做 你不是赔这8块 你可能是赚8块 同志朋友 你赚8块不赚 你赚8万不赚 你赔到赔8万 一来一回差16万 天差地缘 天差地缘 未来 未来很长路要走 你继续用这个错误的方法做股票 你告诉我 你哪一天 你要等到哪一天 你才出头天 不是吗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好不好 南电 欣欣欣欣 Joseph was speaking 欣欣欣想的 我们讲 carve 你看� eight 你看南电今天不是跌破三个月低点吗 你看看南电的格局 今天我们获利回普的口渗 赚10块钱 非常的开心 一张一万 也不用多了 10张就好 同志朋友 你買10張賠10萬 我們買10張 我們空10張賺10萬 一來一回 賺10萬賠10萬 剛好差20萬 我們距離不多 一張股票就20萬了 請問一年有多少張股票 你會做錯多少張股票 一檔就20萬了 10檔就好差200萬了 你一個月何止做一檔 不是嗎 你一年何止做12檔 一檔就差20萬 10檔就好200萬了 差多少 我跟你講比太平洋還大 懂意思嗎 多可怕 這不是壓力很沉重嗎 12345 這麼多壓力 這麼多恐怖的地方在這裡 這麼多鬼在這裡 這三線走空 你去做多幹什麼 不是嗎 你為何這段不做多 這段做多會漲一倍 恭喜 100萬會被200 甚至被250 這一段你在做多 對不起好像沒錢賺了 有沒有發現 張愛民你都事後馬後炮 你事前又沒有講 只有股票跌下來 當時說他有多好的人 基本沒有多強 本利比有多低 性價比有多高 未來有多好的人 全部消失無蹤 絕口不提 不然你看看今天誰在提南電 剩下張愛民在提而已 張愛民你是馬後炮 10月20 有沒有講 123次 格局不對 看到嗎 近期的高點 南電 有沒有講 請問這是不是電視畫面 10月20號下午2點7分13秒 請問這是不是東盛的畫面 張愛民有沒有跟你講 南電不對呢 有講啊 張愛民的節目沒有馬後炮 只有馬前炮 馬後炮要對你要幹嘛 你要聽馬後炮嗎 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生命 不是嗎 張愛民只有馬前炮 沒有馬後炮 有啊 今天28到520號就跟你講 這不能追喔 是危險喔 到這邊喔 那你看錯你追進去的 不多 10丁就好 到這邊喔 10張就好 10萬塊不見了 你的錢掌刺反揮走了 飛到哪裡 飛到我們的客戶口袋了 我們賺10萬就好 你賠10萬就好 你來一會兒就差20萬了 不是嗎 我跟你講你為什麼不聽呢 心在看不怕 跪在看 哭哭走 對不對 來 股價是不是跌破三個月地點 你買一去人不套勞嗎 當時說他有多好 現在人呢 這不是10月20號 張愛民跟你講 這個格局不對了嗎 有沒有 有啊 再看一次電視畫面 有啊 10月20號2點07分13秒 張愛民跟你講 南電掛掉了 你不能去追 心在看不怕 整個看不怕 也沒辦法 我沒辦法救世 要每一個人 相信的人跟我一起賺錢 不相信我們就賺他的錢 老師 講法我不認同 你那個講的 這個沒有紀北妹我不認同 管你認不認同 我不需要你認同 認同我 你來跟我做 跟我走 不認同我就要贏你的錢 我不需要每個人都認同我 每個人都認同我就麻煩了 每個人都要坐同一個方向 那誰跟我對錯 空單跟融資本來是對錯 沒辦法了好不好 看到嗎 有講啊 真的有講 投資邊 投資人常犯的四個大錯 買的族群不對 買的個股不對 第三個 就今天講的新興燃電 切入的時間點不對 而且套牢打死不賣 這將來很多人要做的 現在就講三了 切入的時間點不對 將來就是四 套牢打死不換 懂意思嗎 再看一次 你告訴我你買這段會賠嗎 怎麼可能 這段會一百萬會賺兩百萬 我跟你講 這段你本來就賠錢了 請問賠在哪裡 原來在這裡 叫什麼 切入的時間點不對 因為它已經轉了空投格局了 你要一直留著它多頭的觀念 這不對的 股票多頭的時候 你可以喜歡它 一旦轉空就是要避開它 只跟它最美好那段走在一起就好了 這是股票操作原則 然後差一點點 對啊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會要你命了 更何況你這麼多股市未來路要走 那你要賠到哪一天出頭天啊 今天星星賠一下 明天南電賠一下 更糟糕的是什麼 今天有個客戶來現場辦的所需 我說你為什麼來 今天星星賠得很慘 我認了 我知道張老師你講對了 更慘的是什麼 他拿caching給我看 我說我不用看了 那個都錯我不想看 他的老師進上去把可塵賣掉 今天早上可塵賣掉 再買星星再殺一次 可塵已經跌到稀趴爛了 賣掉可塵停損 又買星星再大跌 哇你氣笑瘋掉了 老師我給你看這個老師 我不用看了 我不想看 我要看他幹嘛 值得我看嗎 不值得 誰做我不關心 我只關心我有沒有做對 我沒有辦法幫我的客戶賺錢 別人做錯黑人大會的事情 幹嘛屁事 賺多賺少沒有遺憾 賠多賠少都是遺憾 你相信他我講的對不對 你看講的對不對 你賠了那不應該賠了錢 你幫他賠在哪裡幹嘛 更誇張的是 有人每天在看我節目 然後去參加別人 然後別人新興 南店做多 張愛銘跟你講 新興南店轉空 我的客戶在做空 他是我的信徒 好像是我的信徒 他在做多 這叫假信徒 大陸叫假粉 Gay 你是我信徒 我做空你幹嘛做多 你是我信徒你不來跟我做 你去跟別人做 你也喜歡薩林犬你去武當派學武當犬 這個腦袋秀斗了這個對不對 這種人我這個不想提他 說真的 厄運還沒過 他可能賠錢的運還沒過 他繼續 我沒辦法救他 我們佛門雖大不渡五眼之人 我們只能幫助有機會的人 沒有機會的人 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強求 賺都賺少沒有遺憾 賠都賠少都是遺憾 真的 我騙你 你賠了錢你不遺憾嗎 你不難過嗎 看得清楚楚才能夠操作輕鬆鬆 有沒有道理 這是永遠不變的 什麼是準 什麼是貴 原來是 不準的最貴 叫你買新興南店的最貴 你學會腳的不痛嗎 我跟你講還沒跌完 為什麼 三線轉空了嘛 好不好 有時候成功就在你的面前 看你願不義付出一點點代價 還是要將來付出更大的代價 你自己決定 那沒有人可以強迫你 你也可以繼續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路走得很順利 走得很開心 走得很愉快 賠錢都很開心 那你就繼續賠 沒有人可以強迫你 我們剛剛講過 佛門雖大不度無遠之外 我從來不強求 好不好 成功就在你的面前 看你願不願付出一點代價 還是你要將來付出更大代價 這個由你自己來決定 好不好 沒有人可以強迫你 技嘉 今天大跌破底 今天盤中跌停板 請問技嘉是今天轉空嗎 這轉空很久了 投資朋友 那你為什麼不避開 詹愛銘有沒有跟你講過技嘉轉空 如果沒有隨便你好不好 沒時間找圖卡 來 元大 元大高 0056 你看 跳空 老師這是除息 除息又怎樣 今天有填息嗎 來 這轉空幾天的你告訴我 是轉空一天嗎 那你買這種股票會開心嗎 雖然他是ETF一堆股票 一堆股票也一樣 不對就是不對 同意是嗎 金像店 又是PCB 這一天掌停板 大跌 把掌停板全部吐光了 有沒有 這一天就是10月19號 金像店 成交值排行榜第三名 金像店 掌停板50塊 50.9 掌停板 當天 這天 就這天 這天 今天呢 今天呢 這邊 50.9 成交值排行榜第三名 蔡愛明當天跟你說什麼 第一線太短 這個小線 這格局不對 懂嗎 上檔壓力沒有克服 蔡愛明跟你講非常清楚 一定有講 10月19號下午2點 04分30秒 跟你講金像店格局不對 如果沒有這樣講 誰跟你 好不好 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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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亂買 我也沒辦法 有一種作業叫做望塵莫及 市場多少人是望塵莫及 就看到張愛明的身影 跟張愛明拍拍手而已 除了這樣還能幹嘛 張愛明你會不會太驕傲 不會 我每一天都很謙虛 我每一天都很早到公司 每天都戰戰兢兢 面對這個盤勢 把客戶的錢當作 比我的錢更重要 每一個 各行各的人 都很辛苦 他們信任我們 我們必須 不能讓他們辜負 他們的期望 我們把本分做好 把操作做好 我的客戶都很滿意 這就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好不好 哎呦 天啊 41% 多了不起 投資朋友 1600 未來會不會有 我的功力在 你覺得有沒有 你自己想 我不能說未來保證獲利 不行 講這樣吊牌 開玩笑 我不能這樣講 好不好 創委 你好像沒有多少 我怎麼可以賺那麼多 這叫望塵莫及 這就是功力 懂嗎 好 普通會 727到10月19 10月19到現在還沒整理 我會再把它整理出來 現在進場 最近進場還是都賺了 好不好 來 36比 回補33比 3比沒有回補 其中 回補的3比 小賠 11塊6 賺的 92 淨利 賺的扣賠 叫淨利 80.65 特別會員 普通會員在這裡 每一筆都在這裡 好不好 來 特別會員 29比 會不會26比 淨利 182 什麼是182 10張就好 不用多 182萬 放到口袋 沒有人可以搶得走 我的客戶 182萬 放到口袋 沒有人可以搶得走 這三個好不好 做你自己想 好不好 點到為止 不用講太多 來 一樣 好不好 建年來自 我贏這麼多 表示有人賠這麼多 其他不用多講 越基金難行 大陸越需要 明確的指引 好不好 股市最安全的路 就是跟贏家同行 有沒有道理 我們把時間交給明君 好的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回來繼續 請張老師 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 講碟密碼 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有一個新客戶 把股城系統 帶回去之後說 我發現很多老師 根本就亂做 我說你怎麼知道 看股神秀就知道 明明轉空他還做多 問題是市場永遠都這樣 不是嗎 來 同志朋友 這跌快四成 300塊以上 一張30萬了 那請問這段格局 可以買嗎 你告訴我可以買嗎 不是空投嗎 賣迅一堆嗎 大力光也一樣 一張150塊 1500塊 15萬了 那不是賣迅一堆嗎 空投格局嗎 是啊 可成 同志朋友 多少你買可成 這股票套到 套到半年就想哭 為什麼 這可以買嗎 空投格局怎麼買啊 投資朋友 這股票太多立場 對不對 天啊 這怎麼買啊 你告訴我 當然就賠錢嘛 國際怎麼買 景碩 對不對 這不都空投格局嗎 世新 來 國光升股價跌破了 快要破底了 來 連貌 你先想看 這種股票你告訴我 你怎麼買 你怎麼可能賺到錢 股市最安全的路 永遠就是跟贏家通行 這是不會改變的 問題你有沒有找到 贏家而已 當你找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付出一點代價 還是將來付出更大代價 然後賠了一屁股 哪一個是你要的 你自己應該把它想清楚 好不好 來 東森粉絲那一手機 賞賣QR Code 賞賣人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持股問題 一併把它留下來 張宇明會用最快速度來回答你 過去的我 你不知道 未來我 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同行 我們把時間交給明君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室所推薦分析之個別 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應該要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祝您 祝您 祝您